国际焦点来关注的就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现在还在焦灼之际 而俄罗斯却在此时展开代号雷霆的年度核子武力演习 美国只证实收到了俄罗斯的通知 但是没有多做说明 而美国及北约盟国目前也在执行多场演习 双方持续的大秀军事肌肉互相威吓 另外俄罗斯还持续的指控乌克兰即将使用脏弹 甚至状告联合国 美国专家分析都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发射RS24洲际弹道飞弹 而另外一边 一枚青州洲际弹道飞弹从核动力潜舰上发射 这是俄罗斯年度核武演习雷霆过去的训练画面 往年都在10月举行 今年就算乌俄战争还在打俄罗斯照样要办 美国证实已经收到俄罗斯告知 今年的雷霆核武演习已经展开 26号起还会发射可吸弹核弹头的飞弹 而这个日期好巧不巧 就和北约代号坚定正午的军演撞个正着 相对于俄罗斯的核武演习是独角戏 北约这边是有14国一起唱大戏 将出动共60架战机 美国还会派出B-52轰炸机 最关键的部分在于 这一次会演练所谓的核武共享 也就是将美国部分的核武器搭载在不具核武能力国家的战机上 训练他国飞行员执行核打击 显然美俄都想透过军演强调核威慑 美国与欧洲盟国今年在北约框架下的军演比往年更密集 光是美国海军今年已经第三度演练 将航舰交由北约指挥的联合行动 还有 在代号海王星打击的演习之下 所执行的警戒行动仍在持续 从美军航舰布希号上起飞的F-18战机 排出了V型飞越 就是要飞往克罗埃西亚的训练空袭任务 美军也释出了俄乌开战后派兵进驻欧洲的影片 证明美军对强化北约东侧防御的承诺 美英家和罗马尼亚也训练陆路军备运输 秀出后勤和极战力 再加上美军有呼啸之音称号的101空降师 其实早已出动 在希腊和加拿大的军队实弹演习 北约盟国陆海空三军大小军演不断 紧逼俄罗斯 俄罗斯当然不能轻易示弱 普钦的心腹也就是前俄罗斯总统 梅德维杰夫带队视察俄罗斯唯一的战车制造厂 下令要增产军火 这无非是想要消除前线军备不足的负面声音 而俄罗斯还同步继续放大乌克兰要使用脏弹的指控 俄罗斯拿不出证据就指控乌克兰将使用含放射物质的脏弹 还一状告上了联合国 要求国际原能总署实地来视察 CN分析这是另有所图 有学者就认为俄罗斯是为了分散注意力 因为乌克兰持续在赫尔松推进 俄军坦克是一辆辆被拖走 节节败退 是否借由脏弹指控来制造舆论 乌克兰还得小心俄罗斯再出招 TVBS新闻综合不道 而美国船主考虑提供乌克兰MM23英式飞弹防空系统 借此抵御俄罗斯无人机跟飞弹的攻击 详细内容交易记者韦佳琪 俄乌战争持续开火 不过面对俄罗斯频频使用无人机攻击 现在乌克兰的好朋友们 欧美国家要提供乌克兰防空系统了 那么要提供的是哪一套系统呢 就是它英式防空系统 那么其实它是次针飞弹的升级版 那么也是爱国者飞弹的前身 那么在越战的时候 已经服役了过很多次 那么现在可以说是升级版 它的射程可以来到了40公里 射速可以来到2.4马赫 射高则是来到了5.9万尺 那么在台湾 日本等10个多个国家 都有使用 不过路透社报道了 现在美国要来帮忙 而且美国总统还打算用总统的拨款权 提供乌克兰这英式的防空系统 而且官员还说了 本周就要考虑执行 可能会占将近一半原污的钱 不清楚是不是包含这一部分的 英式飞弹防空系统 那么北约的秘书长说 西班牙也愿意提供乌克兰四架英式飞弹的发射器 马克宏法国的总统也说 他不论人后将支援乌克兰防空飞弹系统 但是是哪一款呢 外界就拆了 可能就是这法制的响尾蛇短程地对空飞弹 不过面对这么多国家来针对他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是认为 需要关注实际的情况 应该会有明确的计划 看来俄乌战争似乎短时间之内恐怕还不会露幕了 可是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八个月了 现在还进入了第四阶段领冬之战 战局有哪些变数呢 再继续请佳琪导我们来了解 俄乌战争至今开大已经好几个月了 不过有人分析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而现在就在进入第四个阶段途中 不过前三个阶段是哪三个阶段呢 包括了第一阶段是在2月14的时候 当时俄军是四路围攻 但是因为他们准备不足 所以在三月份的时候就退出首都基辅 不过进到第二阶的时候 俄军就占领有优势了 顿巴斯的战争 俄军以炮火的优势呢 似乎是拿下了上风 但在第三阶段 乌克兰获得了火箭炮 反攻着顿巴斯 情势似乎有逆转了 但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四阶段了 目前进展又是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克里米亚大桥被炸毁 俄罗斯的军队就认为 一定是乌克兰军队所做的 而乌克兰呢 也是极尽的讽刺俄罗斯这件事情 不过现在俄军呢 也来攻击了 他们现在利用的是 无人机来攻击 也让乌克兰相当的头痛 欧美国家也是要 对乌克兰做援助 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冬天了 乌克兰的晚上 大概只有六七度 非常的寒冷 所以这也让他们的战性 要推进 相对来讲也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有人就说了俄国现在会不会改打能源站 尤其是能源在冬天是相对来讲 非常重要的 或是把圣针直接升级成核级别的 那么直接来拿下胜利 还有在南部大臣赫尔松 现在是不是要展开激战 在这个地方跟乌军呢 来对决 以及美国其中选举之后的局势 都有可能让俄罗斯呢 也许他们可能会重回到优势的那一方 不过现在第四阶段到底会怎么走 还得看两边的策略 接下来会怎么定了 乌克兰饱受战火的蹂躏 而欧盟各国提出了新马歇尔计划 打算帮助乌克兰重建家园 不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估算 重建耗资超过11兆台币 等于乌克兰开战之前 整年GDP的1.75倍 这绝非单一国家所能负担的 而泽伦斯基建议各国 干脆把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拿出来贴补 但是欧盟仍然有疑虑 还没有点头 五军驾起破级炮先发制人 哈尔科夫才收复不到两个月 再度发现俄军踪影 海底将就靠着民用卡车拉炮 但是北方已经比南方前线幸福多了 孩童帮忙收拾断裂的木材 天真的他不知道这是自己家园的碎片 俄军又拿S-300对空飞弹 瞄准米古拉耶夫的名宅 面对满目疮痍的家恨到极点 但现实的难题接踵而至 前线居民都得靠像这样的物资配给站过火 幸好有人到团体替没电没瓦斯的居民 打造小型火炉 勉强先烧柴度过寒冬再说 但是重要的设施可经不起断电危机 意愿最害怕的就是一旦断电 如同打开鬼门关 就算随时面临断电 也交不起爱国热情 乌克兰导演的反战电影 讲述2014年顿巴斯战争的惨况 入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如今在正火中举办首映会 这片名没有烧烟的日子 听起来是多么遥不可及的梦 责论斯吉祥各国再要武器 然而欧盟此次峰会要讨论的是 重建乌克兰的新马歇尔计划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评估 重建至少需耗资三千四百五十亿美元 包括关键的医院学校跟能源基础设施 但这数字对照去年GDP 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德国的百分之十二 更是乌克兰的1.75倍 非同小可 而泽伦斯基则建议 各国冻结俄国政府跟富豪的资产 加起来就上看五千亿元 干脆直接没收贴补 也绰绰有余 波兰举双手赞成 但欧盟却不敢点头 但在霍氏的战俘心中 普清留下的阴影却巨大无比 听到战俘是美国籍 领略报复更不手软 物理重建可以用钱堆出来 但是心理重建谈何容易 然而占领区赫尔松的居民 面对恐惧却仍然不愿离去 对乌克兰人来说 唯一的良药就是怀抱希望 TUBI新闻组报道 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 大陆疫情又出现反弹 已经连续两天 本土病例破签 上海西安部分地区封控 福州还强制百万人PCR 露天停车场 一格格车位 没有停车 但躺了很多人 有自称甘肃兰州的大陆网友说 当地会有着荒谬的画面 是因为隔离场所不够用 官方才会把人安排到停车场 入囚后 兰州气温大约只有十度 而且最近还不断下雨 幸运被安排到室内隔离的人 地点是在南侧 一排人就睡在小变朵旁边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决定 全市常态化核酸检测点 免费检测服务延长 至2022年11月30号 免钱的谁不爱 但除了做PCR以外 上海免费PCR原本说 直到10月底 但官方无预警延长到11月底 民间一片哀嚎 觉得防疫看不到尽头 大陆疫情巧合的在20大结束后出现反弹 连续两天本土病例破迁 上海西安部分地区封控 福州强制要求百万人PCR 北京环球影城暂时关闭 上海今天起启动 吸入用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加强免疫 26号起上海开放18岁以上 让民众接种吸入式疫苗 这种疫苗经过物化后 民众必须在15秒内完全吸入 然后憋气5秒 感觉上会更让人容易接受一些 就像你在吸一杯奶茶一样 而且吸进去味道有点甜 到底严格的动态清零 什么时候能画下据点 国际投资集团摩根士丹利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分析 未来三到五个月要留意三个迹象 包括老人疫苗接种率是否上升 mRNA疫苗有没有通过审批 以及大陆官方如何形容疫情 带来的威胁 疫情管控还不松绑 但经济问题又不能不管 大陆民航局公布冬季到 2023年春季航班安排 国际航班比去年同期增长 105.9% 但这不包括两岸航班 TVBS新闻张志明 李明珍 综合报道 中共二十大席派人马 确定掌握未来五年政治核心 而习近平清零跟共同富裕政策 也会继续下去 这样的结果吓坏了外资 陆港股暴跌 还有专家预测 未来几年的经济成长 或许连保三都不容易 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在二十大结束 新任政治局常委亮相时 说了这番话 高喊 意气风发 现场背景红得不像话 但隔天股市一片惨绿 中概股暴跌 刚故创十三年新低 二十大过后 黄城内一片祥和 只有股市最诚实 投资人看衰 二十大后中国大陆经济前景 原因有很多 第一就是习近平掌握权力 常委全是习加班 会这样说 因为包括可能是下任 国务院总理的李强 和新进常委蔡奇 从上海北京地方委书记 空降政治局核心 让人担心以后经济政策 外行领导内行 为什么又有人为亲 专家猜测习近平可能想法 偏偏大陆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 就算第三季GDP增长3.9% 略优于预期 但在习近平坚持清零下 今年经济成长连能不能保三都不确定 眼看高经济成长无望 中共开始强调高质量成长 其中一环就是共同富裕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口中 中国式现代化 不只让大陆富豪瑟瑟发抖 打压私气 也创造相当不友善的投资环境 那房地产泡沫化后 经济成长驱动力 究竟谁来扛 旺向扶植科技发展 但美国才刚颁出晶片十年禁令 重创大陆半导体 南韩SK海力士就警告 最坏情况可能得撤出中国 二十大号不是只有经济前景 台海局势未来走向 也是讨论话题 对党章修改增加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等内容 是对台工作形式和任务的必然要求 二十大号国台办第一场记者会 不意外提到了中共党章 首度纳入反台独 也再讲一次不承诺放弃武统 就怕习近平为了2027再连任 五年内武力侵台 前澳洲总理陆克文认为 该回归政治交流 不过习近平对台立场越来越强硬 两岸政府如何有意义的交流 恐怕还是大难题 TBS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看近期国安局对英国采购一批先进的狙击枪 原先传出是因为政治因素卡关 后来国安局长陈明通澄清 纯粹是因为疫情影响出货 但是专家分析 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 台湾对于清兵器较不重视 选举将界从蔡总统 赖副总统到马前总统 国家元首级的辅选大咖到处站台 也让国安随护勤务增加 为了更加完善的保护党政要员安全 特勤狙击手采购了全新装备 成立将近半世纪的英国精密国际公司 专门制造高规格顶级狙击枪 旗下产品甚至连军火制造大国 美国军警都会采购 现在我国国安局向英国精密国际 下定号称最先进的AXMK3狙击枪 却传出外交障碍 让英国出货卡关 国安局长陈明通火速辟谣 英国那个大的国家怎么会因为中共就不输出 这个又不是核子弹 它这个疫情的关系延迟交后 我们现在又重新完成采购了 国安局狙击手现行建制武器M24狙击枪已使用20年 且原厂在2018年破产 无法按时执行枪支安全检测 枪支有发生糖炸的风险 因此急需采购新装备 虽然狙击枪这类清兵器 国军也有自制能力 然而有时军火工业累积的技术差距 仍然难以弥评 世界各国的那些武器弹药装备 那些设计都已经好几十年了 我觉得台湾的能力 一定可以把这些武器做得好 但就是说要花很多时间 我觉得最好的情况 我觉得是同时在研发 但是在研发到很妥当之前 我们可以先用国外的好装备 从这次获取的失败 我们也许要反过来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说 某些武器一定要国造 那在这个政策之下 我们对外去获得军事装备采购的 这个新力跟动用的管道 就收到了限制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 反正就回来国造 但事实上我们也许必须要 重新去评估整个政策 就是在国家生产前进上 到底哪些武器 是国造所不能及 我们必须要去获取 而这获取的重要性 又必须要全国利用外交 甚至非官方力量去取得 军工产品毕竟是精密制造业 必须具备雄厚的工业基础 才具备优势 台湾的军火工业基础有限 再加上市场太小 不少装备人得透过对外采购 受限于国际处境 国军军备筹获来源 主要仍以美国为主 然而就算搞定基本装备 国军的训练场地不足 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因为靶场流露 其实是军警要共享 而且他们射击距离 超过一个距离的时候 他们用的其实是战车靶场 比如说你必须要跟好几个单位 去划分开 然后特定天后之下 你还不能使用 台湾地匣人愁 训练场地本就有限 再加上民众常常与军方争订 让部队训练又更加受限 专家建议结合科技辅助 或许是个应变之道 国军由于装备筹获困难 国防预算往往优先投资于 价格高昂的尖端军武 对于训练场地 乃至于单兵武器 个人装备的品质 却时常为官兵所诟病 这与美军的建军逻辑截然不同 美军非常愿意投资 在官兵的个人装备上 像是这一件美军公发的防水外套 一件的采购成本 可能就要八九百块美金 而像这个干式的防寒衣 甚至可以到达六千块美金 由此可见 他们对每位士兵权益的重视 与国军的思维截然不同 虽然每个国家国防预算规模不同 但国军一向勤俭建军 无形之中 行诉出不重视人员培育的刻板印象 失职两岸关系紧张 急需充实兵员 这对部队招募绝非正面形象 天下没有廉价的国防 尤其台湾国家安全威胁严峻 更该投入资源 塑造部队荣誉感 从军人到平民 共同建立对国防事务的正确认知 TVBS新闻李伟华顾上军 台北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